两个月股价翻翻 百度做对了什么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中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19号 星期五 我是Eric 我们的GoldMarkets 新年小助手的微信号 星期是有变更的 各位可以扫描视频中的 微信二维码进行添加 我们的GoldMarkets分析师团队的 许多内容都会通过 新的小助手进行发送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 今天澳股大盘不是回调 是跳水 结果不是尾盘的一个小幅拉升 总体下跌会超过100点 最终收跌在了6794点 今天领涨的是COH 上涨了8.6% 价格收涨在了222.12澳元 熟悉最大公司的朋友 应该是知道了 他们在市场上的市占率 是达到了接近60% 财务数据方面 虽然净利润下跌了4个百分点 但强大的现金流 和21年的一个营收预期 还是撑住了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老朋友Zip又回来了 上涨了5.5% 价格是收涨在了12.35 比较厉害的是Crump 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牌照风波之后 都没怎么下跌 今天还涨了5个百分点 价格来到了10.25 昨天大涨的IPH跟TWE 今天都是有回调的 各自下跌了6个百分点 IPH是收跌在了6.29 TWE则是收在了11.18 比特币还暂时没有迎来下一个突破 目前还在51,000点到52,000点之间波动 黄金目前的报价是1770左右 白银则是26.7美金左右 这两个硅金属今天都是有小幅的下跌的 今天晚些时候 欧元区和美国都会各自公布 他们的PMI数据 关注基本面的朋友可以跟进 今天早上百度还公布了新一期的财报 美股收益相较之前是上涨了18% 百度在前两年是被业内普遍看衰的 百度的广告业务是被很多人诟病 但李彦宏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押注大数据 AI这些新领域了 当时很多人都是怕百度的一个现金流会支撑不住 但他们终于是来到2021年 他们当时押注的这些业务也开始慢慢看到回报 正好今天我们的分析师Jacky也分享了一篇文章 探讨了我们做投资到底是投确定性呢 还是投可能性 所以好的标的到底是应该像没有泡沫的酱香科技 茅台酒这种 还是未来是火星宇宙星辰大海之类的 这种特斯拉这种股票呢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探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转发我们的内容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